好,对,那就是谢谢刚刚Ronnie的介绍 然后那我今天要介绍就是我们的题目就是自己的资料自己寄 那后一期时代我的防疫日记 那很感谢刚刚Ronnie在间断的一句话 几乎就把我们的精髓说出来了 对,那其实呢,我们这边呢 就是我们其实打造了一个APP 那叫做MyLog 那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自主管理的 一个健康的资料记录的APP 咦,大家有看到我的slide吗 为什么我看到一片黑 哦,我缩小 好,我缩小好了 对,那等于 现在可以看到吗 好,OK,那我缩小直接讲好了这样子 那这个MyLogAPP呢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刚刚提到 它是一个自主健康管理的APP 那它也是第一个就是为针对 就是一些自己讲要做 帮做自己的健康管理 这个自主健康管理所建立的APP 那它是以个人为中心 来去做这个资料的记录 那我们不会去追踪你的用户 不会去追踪你的轨迹 也没有任何的云端的storage 去收紧你的资料 那等于说所有的资料 就是keep在你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APP里面 那让不管是健康的人 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不一定是跟疫情相关 你只是有一点小感冒 你想要记录自己的健康状态 跟自己的一个生活史 那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APP 去记录下来 那另外呢 我们会透过一个就是安全的分享机制 那这个等一下后面会介绍到 那这个分享机制呢 就是当如果今天有一个需求 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政府有需要你去提供你过去的一些 记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 就是安全性的资料分享 然后分享给政府的疫调人员 那这样子呢 也降低了一个政府管理资料的负担跟风险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希望 透过公民的这种主动参与 自主记录来降低整个防疫追踪的人力跟根本 那这里呢 我稍微介绍一下背光的部分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这个APP呢 其实呢 大家已经知道就是过穷过去 大概一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尤其是台湾 其实我们可以说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了 就是其实现在每天 几乎每天都是零确诊 而且我们也比较没有境内感染 那其实在各个国家呢 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 也发现其实各个国家 有一些国家也已经开放在考虑要 重开他们的这个国门 就是重新让这个人员可以来就是旅行 那当你这个国门开启之后 这个疫情呢说不定又会有一点点的死灰复燃 那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就是帮助你去记录你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的APP 这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说 呃就是刚刚提到的 那有些人就会说他可能就是呃国家就是呃不能说国家 就是政府呢他们会用一些呃就是追踪你的那个基地台啊 然后去知道你在哪里 那这个在非常时刻的时候 在一开始没有solution的时候 非常时刻的时候 是不得不去进行这样子的行为 可是那现在进行到后疫情时代 就是我们是否还呃呃 我们是否还愿意就是让政府去这样子做一个高密度的控管 以及政府是否有权利来做来控制我们呃来调查我们的记录 其实政府应该是呃没有办法再继续管呃 查看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那这个时候为了避免在后疫情时代 因为国门开启又造成的疫情就是重新的升起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去balance一个公民自主的记录 以及资料的隐私权 那还有去预防呃疾病的这个呃散播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balance就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pp所希望做到的呃目的 那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的呃呃我们的这个mylogapp 其实他是他的原理非常的呃 他的操作非常的简单 那你只要就是登进去 然后呢呃呃就是简单的记录 我今天有什么症状 然后我今天有什么体温 然后一天可以记录很多笔 甚至如果你想要拍照 那如果说呃我今天搭了一辆计程车 我想拍他的车牌 或者是说我今天去了一间咖啡厅 我可能把他的地址拍下来 那以及任何你的生活记录 像是你跟朋友的自拍 你跟猫咪的自拍 全部都可以记录下来 就是比起是一个呃疫情相关的app 我觉得呢 他更偏向是一个个人的呃健康 以及个人的生活状态的一个记录 那像刚刚说到呢 就是我们其实呢 当今天如果有一个需求 就是可能呃政府或者是疫调人员 他们需要你的资料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就是安全的保密性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呃 icon就是按了之后呢 他会产生一个一次性的link 那这个link呢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就是乱嘛 所以代表这个link呢 他是一个unique的 他只会就是link到你自己的资料 而且呢 他是一次性的分享 然后在分享出去之后 72个小时之内 他就会全直接的闪掉 那如果说今天你把这个资料 分享给疫调人员 或是分享给呃 如果你去看医生 就是分享给你的医生的话 那呃 医療人员或医生 他们可以根据 从这个呃link当中呢 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dashboard 那这就是我们叫做logboard 是我们的呃 也是呃 等于说是mylog app 在搭配我们的这个logboard dashboard 那这个dashboard呢 他就可以看到你过去14天 比如说你的体温的记录 你每天的体温记录 然后以及你是不是有哪些症状 是不是有呃呃呃咳嗽啊 或是流鼻水或怎样的资料 那我们这个link产生之后呢 他在72个小时之内之之后 所有的资料 就是会全部都删掉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你分享出去之后 然后使用者觉得 哎他不想要拖到三天 他可能一天后都要 就想要删掉 那这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那这边呢 也就是说我们呢 会透过过去14天的 这个症状的呃追踪 然后就可以掌握说 哎你的 如果说你今天可能被感染肺炎的话 那你比较可能的呃发病时间或是被感染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 那我们的呃 买漏个app加上log ball 那这就是我们呃 所要推出的 就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然后大家想要呃 大家可以做的自主管理的健康防疫日记 然后以及配合医师 医护人员可以方便使用的工具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买漏个app 其实他已经在呃 google play store上下了 然后他目前是beta版 就是那已经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些自主呃 自我健康管理跟自主呃自主计料的个记录的格式 那log ball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呃开发中 然后先前有报名了呃台美防疫中 就是非常感谢有得到前面的名次 然后我们也希望在那次hexone当中可以召集更多的人嘛 然后一起把这个log ball的呃 大部分的feature都完成这样子 嗯 好那当然呢 除了这样子的app 因为他既然是一个防疫相关 是一个自主健康管理相关 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只局限在台湾 我们希望就是他可以就是帮助到全世界更多的人 那来使用 然后帮助他们 那所以在这个在呃过去我们开发 我们其实从三月就开始开发这个app 然后我们也支援了所有很多的不同语言的支援 包含了法文 然后日文英文跟中文 嗯 那在呃四月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参加了一些欧洲的线上的hexone 然后把我们把mylog介绍给欧洲的人 那其实欧洲人来说呢 在欧洲的一些欧美的呃朋友们 其实他们也都还蛮喜欢mylogapp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大家都知道欧美其实他们呃 尤其是欧洲因为他们有gdpr的关系 其实他们对于一些个人资料的隐私权是比较比较敏感的 嗯 那所以说其实像我们的mylog 我们是呃资料都储存在手机里 没有上到云端 那就非常符合的他们的需求 嗯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也受访了一些呃欧洲人 然后其实大概有86%的人 他们都觉得呃他们就是真的很愿意使用mylog这样子app 嗯 好那最后就是提到了呃那在这次的hexone当中呢 我们要强力征求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征求一些呃 Ui UX的designer然后来帮助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呃 Logbo我们已经有雏形了但是是从engineer的角度去做设计的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呃 UI跟UX的designer可以一起进来帮我们把这个Logbo的呃美化以及使用者的一些经验去做improve那以及还有就是呃希望可以征求一些推广大使就是跟我们有相同理念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去推广大家来使用mylog这样子app 然后以及包含一些文件的翻译跟文件的维护希望可以让这个app散播到全世界帮助到更多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介绍